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来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下面 这个花边的勾法 我们把这个鞋口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这样好拿 把这个小鞋子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拿出我们白色的线 然后就是这个鞋口对着我们啊 鞋口对着我们 我们在这个引拔针的位置 一般就是还挑这个引拔针的位置 挑这个地方 它稍微歪一点也没事啊 歪一点也没事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接线 我们绕线勾出来 然后里一二三 里三个辫子针 我们绕线在同一针啊 在同一针 就是挑着半个辫子 然后线头留在勾针的上方 给它一边勾一边藏 我们这里在每一个洞里面 都给它勾出来 三个长针 挤一下 然后它这个花边 这个形状才能出来 好 这个花边勾了三针了 勾了三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里 下一针里 还是 给它勾出来 三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 都勾出来三针 等一下这个花边 它这个 样款式 它就出来了 挤紧一点 它就出来了 这个现在是有点反光 好 我们藏一段之后 把这个线剪断就可以了 剪断 然后拿着线 开始接着勾 每个里面 勾三个长针 看一下勾几针之后 这个花边 奶油边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勾 勾一圈 勾到最后 勾到最后 我再来讲 好 现在呢 我这里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 我们留线头 我们没有引拔 这里没有引拔 然后断线 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 给它 用缝合针连接 我们和第一个 短长针 上面的针目 给它穿进去 穿线进去 然后再从最后一针里 给它倒回来 倒回来 好 这里就看不出引拔的痕迹了 这里就也形成了一个辫子针 我们就在这里背面 把这个线头给它藏一下就可以了 把线头藏在背面 它就不会松脱了 然后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给它 好 线头剪断 然后上面这个 我们把这个鞋口给它掏出来 掏出来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线给它 藏一下 就藏在这个背面啊 藏在这背面这里 就可以 多藏几针 它就不会跑出来了 好 我们 断线 断线 好 这个小鞋子呢 现在这就完成了 完成了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配的鞋带 我们材料包里面配的是这种丝带 这种丝带 我们剪一段线 剪一段 然后给它 剪出来 剪出来用缝合针给它穿上 好 用缝合针给它穿上 穿进去之后 我们 从前面 从前面 从这里给它穿一下 我们这个是穿在上面 穿 穿 从这里穿吧 从这里穿 穿过去 好 接上个视频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 我们来穿这个鞋带 把这个鞋带给它拉过来 这个线给跑掉了 好 穿过来 我们就隔两针穿一次 都可以 这个随机啊 这样 到这里给它穿一针吧 到这里给它穿一针 穿一针 好 带线出来 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呢 我们 给它鞋带整理一下 给它两边稍微拉的均匀一点 待会打结的时候就 方便 好 整理好之后 我们开始打结 好 现在我们给它打结 打结大家自己随意啊 想要怎么打结 怎么打结 我就这样来 这样给它绑一个蝴蝶结就行啊 绑一个蝴蝶结出来 看着就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剪断吧 好 把这个给它剪断 剪断之后 我们也拿出这个打火机 给它烤一下 烤一下它就不会 不会线就不会散掉 好 然后这个小鞋子呢 现在它就钩好了 整个就完成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比较鲜的一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